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甚至如今很多年轻人 年纪轻轻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其实我们骨头的健康 与我们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究竟有哪些食物会让你的骨头越来越脆吧 1.过显的食物 研究发现口味重的人 缺钙风险比一般的人高 食盐中的钠约占40% 能够促进神经信息传递和肌肉收缩 如果食用多了 肾脏就要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去 但是排出钠离子的过程 也会导致机体排出钠离子 人吃盐越多 排出多余的钠越多 钙的消耗也随之增大 最终必会影响到骨骼健全所需 体内钙子不断流失 如果钙又摄入不足 就会导致骨子疏松的发生 因此建议大家尽量将每天的食盐摄入量 控制在6克以下 减少酱油、味精、鸡精等调料用量 少吃或不吃盐漬或腌漬肉 酱菜、咸菜和咸味零食 2.油炸食品 油炸等脂肪高的食物 在体内会有一部分形成脂肪酸 脂肪酸与钙结合 会形成难以溶解的物质 如果每天摄入食物中 脂肪比例过高 就可能影响钙的吸收 长期下来容易导致骨子疏松 还有市面上很多油炸食品 在加工的过程中 会加入蓬松剂 蓬松剂是油炸食品外观 蓬松好看的主要原因 但是蓬松剂的铝含量 会导致铝在人体中过量寄举 而无法正常排出 增加了罹患、软骨症和骨质疏松的可能 3.糖分高的食物 糖分过高不仅可能导致身体慢性发炎 还可能影响身体骨骼生成 加剧肌肉衰退 进而降低骨密度质量 增加日后发生骨折的几率 糖分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大 若摄入过多 容易催化体内的糖化作用 糖化中产物 会影响骨骼里的胶原蛋白 减少骨骼的有机物 以矿物质机制 减少骨骼的强度 使得骨骼脆化 因此糖尿病患者即使骨密度正常 但因为骨骼强度较差 仍是骨折高风险人群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